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G视讯的频道,在影片开始前,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,不要忘了订阅频道,开启小铃铛,当不会错过新影片哦。 是无限的骨干成员,时隔22年再次回到她的娘家,并且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可谓是一场业界的精细,林家栋的演艺生涯可谓充满传奇色彩,她于1988年参加无限艺员训练班入行,从小角色开始,但在1997年主演了剧集《大闹广昌龙》,奠定了她一线小身的地位,到了2001年,她完成了最后一部无限剧集《九十顾湘纯》,然后决定离朝外闯全力投入影坛, 林家栋和现任无限总经理曾志伟有深厚的情谊,早年他们一起担任演艺人协会的会长和副会长,为协会出过不少例,2017年林家栋因金向影帝,曾志伟则获得最佳男配决奖,两人的背后故事成为一段佳话,不过这次林家栋回归无限并不是受曾志伟邀请,而是无限主要投资方的主意,由于她擅长拍摄具有浓厚香港风味的作品,她将主力制作香港本土剧集, 并以积极招聘业内人才不仅向知名电视监制招手,还将目光投向电影界,她的目标是全面提升无限的制作水平,希望能够重拾无限剧集昔日的光辉,林家栋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帮助新演员,她合作过的演员们都对她赞不绝口,包括电影梅艳芳的王丹妮和金向影后刘亚瑟, 这些演员现在也在拍摄电视剧,有可能成为林家栋的新合作对象,媒体询问林家栋有关掌管无限制作部的消息,但至今仍未获得回复,至于曾任无限总经理及董事的何定君,她早前被邀请付出接任无限高层,对于林家栋回归无限担任制作部要职,她表示不能答,虽然何定君对是否接受无限高层职位仍在考虑中, 但对于无限的运作和电视圈的现况,她似乎有一个清晰的方向,当被问及对香港电视制作的展望,以及是否能够改变目前的局势时,她坚定地表示,尽力而为,林家栋的回归无限,无意将为香港电视圈带来新的活力和希望,她的丰富经验和对业界的深刻理解,将有助于提升无限的剧集制作水平,带来更多精彩的剧集给观众,期待看到她在无限的新篇章中取得优异成绩, 并为香港电视界的发展贡献力量 好了,今天小G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暂告一个段落,如果大家对小G的视频有什么看法,或者想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,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,小G会尽量为大家安排,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,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